她是所有女神心中的凯撒大帝 所有的追求时尚的人都奉她为教主 她以自己独特的时尚设计 让香奈尔帝国起死回生 成为全球奢侈品行业中最赚钱的品牌之一 她的一生无期无子 但却拥有几段惹人非议的私生活 因为一个男人便和昔日的好友变为亲弟 太过欣赏男友身材 就请大师为她诉巧克力雕像 爱上异性男模 就把她的儿子认为干儿子 而这位另类的老伯伯 比起爱男人更爱猫 甚至将自己大半遗产都留给了爱猫 这个男人到底有多厉害 是如何让香奈尔起死回生的 又有什么害人听闻的私生活 今天我就和大家走进时尚教主 香奈尔的接任者老佛爷的传奇人生 1933年 老佛爷出生于德国汉堡的一个普通家庭 原名叫卡尔 虽然现在我们都知道 他是时尚界的凯撒大帝 但是老佛爷确实出生于乡下 父亲是炼乳商人 母亲是内衣店的销售员 好在家境不错 老佛爷从小也没什么烦恼 唯一的烦恼就是 他讨厌当一个小孩子 他想快点长大 离开农村 老佛爷从小就和同龄人不一样 当别人聚集在一起玩的时候 他只喜欢画画和看书 对于时尚设计的天赋 也早就显露 他会将时尚杂志上的照片剪下来收藏 会观察周围人的服装 或许是察觉到了自己和别人的不同 年仅八岁的卡尔心里已经暗暗有了目标 他今后要成为一个传奇 谁也不知道这个念头在他脑海里盘旋了多久 大家只知道 他第一次失明大造 是他随手设计的一件毛衣时钟 当时老佛爷跟父亲一起去巴黎市区办事 在路边游荡的时候 他偶然看到了一张羊毛时钟设计的比赛海报 便随手画了一些设计读投稿 然后就把这件事忘了 直到六个月后 他收到一份电报 电报的内容是 他设计的外套获得了第一名 而那场比赛的参赛人员 至少有20万人 当时这份设计 一下子被巴尔曼响中 并且他也获得了巴尔曼设计师的赏识 成为了巴尔曼的助理 事实证明天才永远不会被埋没 在巴尔曼工作三年后 老佛爷接连跳级 升级为克罗伊的设计师 1965年 老佛爷成为芬迪的首席设计师 并且双方还签订了终身契约 可能很多人对奢侈品没有什么概念 如果说巴尔曼是奔驰 那他之后跳槽的克罗伊就是保时捷 芬迪就是马莎拉蒂 正是他以一己之力 将芬迪推到了高级时装的一线地位 现在芬迪的双F logo 正是出自他之手 芬迪还因为他成为全世界第一个 在长城取行发布会的品牌 而做到这样的位置 他也才32岁 1971年 香奈尔可可小姐去世 刚刚进入的香奈尔帝国岂岂可畏 正当大家以为香奈尔会成为末日黄花 最后凋零时 没想到12年后 一个戴着墨镜的男人 又让他恢复了往日荣光 这个男人就是时尚圈大名鼎鼎的老佛爷 当时香奈尔的幕后老板不甘心 让香奈尔就此凋零 思考良久 便将老佛爷从克罗伊挖了过来 并将品牌附近的众人 交到了这位年轻人的手中 事实证明这位老板的眼光是非常的毒辣 因为老佛爷上任后 不久便开启了工作狂模式 不仅要给芬迪设计衣服 还要兼顾香奈尔的高定服装和成衣的设计 这种设计类的工作并非是赶工 加班加点就能赶出来的 但老佛爷却完全不受影响 脑子里仿佛有用不尽的想法 拥有多重人格的他 同时作为两个品牌的设计师 但他设计的服装仿佛是两条平行的轨道 就这样在他努力下 香奈尔很快恢复了往日中光 2018年香奈尔首次公布了自己的财报 凭借超高的销售额和利润增长 香奈尔成为全球奢侈品行业 最赚钱的品牌之一 而这一切都是眼前这个男人带来的 不过比起老佛爷在事业上的成就 他的私人生活更受人关注 这大概是全世界最另类的遗产继承人的名单了 在香奈尔的主理人老佛爷的遗产继承人名单中 除了男友外 能继承遗产的还有司机 朋友的孩子 甚至是一只猫 为何会有这么另类的继承人名单呢 因为老佛爷一生无子 时尚界十男九童 这位天才设计师不幸中招 是个同性恋 老佛爷一生有过两段感情 其中最令人津津乐道的 是他和圣罗兰创始人 共争一夫的旷世三角恋 在他的感情生涯中 最喜欢的是一名叫雅克的男模 相比老佛爷的理性 这位男模是疯狂和野性的代表 因此老佛爷便被他深深吸引了 在还没认识雅克之前 老佛爷和圣罗兰其实是至交好友 开头说的 引他入行的那次羊毛服装设计比赛 老佛爷是外套组的第一 而圣罗兰是裙子组的第一 因此某种程度上 两人心心相惜 然而没想到 这两个人会同时爱上一个男人 而且更有趣的是 老佛爷声称 和雅克谈的是柏拉图式的恋爱 从没发生过性行为 但雅克本人并非对此没兴趣 因为他曾和老佛爷的好朋友圣罗兰 玩BDSM 雅克甚至愿意被圣罗兰关在衣柜里 玩囚禁破雷 就这样三人间的氛围渐渐尴尬起来 而老佛爷也渐渐和盛罗兰 由昔日好友变成亲帝 他们三人的三角关系 也成为时尚圈最热门的话题 只是这一切都在1989年后烟消云散 因为那一年 雅克死于艾滋病 另一位男友 同样是让老佛爷爱到差点结婚的男模 老佛爷不仅让他接各种代言 还吃巨资 让大师为他打造了巧克力雕像 之前两人曾经盛传要结婚 但却不了了之 随后 他又爱上了一个男模 只是这个男模是异性恋 而且还有一个儿子 但老佛爷并不因此就冷藏他 反而一直为他提供机会 而且一向讨厌孩子的老佛爷 还认了他的儿子做自己的教子 不过比起爱男人 老佛爷更爱猫 这只猫有两个生活助理 一位私人医生和一位保镖 还有自己专属的iPad看电视 巴黎顶级厨师 给他做粉 LV还特地给他定制过旅行箱 这就是猫界的名媛 2019年 整个时尚界是一片灰色的 因为时尚界的凯撒大地趋势了 国际上无数明星和时尚大咖 都发表了自己对老佛爷的悼念 不过比起老佛爷的深浅事 更多人的目光 还是在于他的深厚事实 大家都很好奇遗产 会给以上的哪一位 大家本以为 老佛爷会将遗产留给自己的男友 然而结局却出乎大家的意料 老佛爷将自己的遗产 第一部分给了自己的爱猫 剩下的一部分给了自己的干儿子 就是那个年仅十岁的男模 现在这只猫已经是妥妥的网红猫了 IG上有自己独立运营的账号 偶尔还会发猫和老佛爷的合照 它也时不时和大拍明星合作拍杂志 活成这样也算猫生无憾了 纵观老佛爷的一生是传奇的 他天赋异禀 仿佛为时尚而生 以一己之力将遥遥欲坠的香奈而托起 成为每个女孩的梦想 即使由于性取向的问题 没有自己的孩子 但是在这个世界上 他的名字早已名流轻视 被一代代设计师们仰望 好了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 就帮我长按点赞 最后别忘了点点关注 我们评论区见